大家好 我是十姐 现在把这个锅 锅盖锅 锅一下 太多了 锅都不知道营养 还不花锅 再把它的不好 再把它的哪有结果 它蜜的不好啊 不要那么多啊 它蜜的没有营养 它不会放水的 多倒点牛纸在下面嘛 多倒点也要挤一点鸡 它多了会不会把围墙 它就会不会坏 会不会破烂 你也简单一点 还不如搭个棚子在这里 嗯 种一点那个肥腔果啊 什么的 那里种的姜啊 种了没有 说种的姜 人家去买点姜 姜 怎么会噩 还不如种的老姜 不如把这里打个棚子出来 种的北香果啊 什么的 那边北香果长出来了没有 被你的牛吃掉了 吃菜式的吧 那里药会吃 你种的这个是不是 上次我做那个可以吃那个 这个是那个怎么叫 秋葵 秋葵啊 小生一点有刺的哦 这个刺是白色的扎了手的话就 掉都掉不出来 那个手头有什么用 那个刺那么细 几月开花的啊 这个 你早就在这吃了 还几月开花的 不是我们这个地方吧 这是海南岛会的 是哪个地方 热的地方 我们这里花都没开 这个好像是8月9月 别人都吃完了 我们自己才开花的 我们五一去完吗 五一啊 五一不去了 你又不去 为什么 五一五一要去吃酒 别人托老婆 不用去饭了 就去吃酒就好了 看这两只还好一点 是不是嘛 你愿意看生娘子 还是愿意去吃去玩 我想去玩 不要去了 那边有扣又吃 是不是 主要是还有生娘子看 我想去阳寿 去阳寿 过晚五一些了 我跟你说五一 而且很多地方刹车 根本就去不了 是不是 那天讨老婆的人就特别多 在路上看生娘子差不多 你在路上看生娘子 还没有饭吃 在这里还有扣又吃 又可以看生娘子 你愿意去哪里啊 是不是 过晚五一才去吧 那先去吃酒 那肯定啊 啥子就知道有扣又吃不吃 是不是 那我哪知道你有扣又吃的 我现在告诉你呀 差不多了 差不多就走了再过去了 哎呀 要少一点就行了 不用管它那么多了 有多少要多少 没有就算了 蝗虫 吃我的 黄瓜 粘水 这里有个 小黄瓜 小黄瓜